LEO 了世纪天天的无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来看印度斯坦人对上葡萄牙人 这场比赛是 韬鲸草的地图 那这场比赛蛮特别的 是道德对撒安迪 连打六场比赛 但是在赛事分类里面 却分赛了这个 愤怒黑森林五 那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愤怒黑森林五 所举办的比赛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般的贴踢场来看吧 其实这个场势是一次连打了六场 那我在里面挑选两场比赛 来跟大家分享 那接下来看一下 大约八点钟发向 橘色的玩家是安迪 选择的是印度斯坦人 那印度斯坦人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村民非常便宜 而且他的火箱 可以高达九点射撤的火箱兵 要点下这个金冠技术 那帝王骆驼也是 印度斯坦人最特别的单位 可以升到帝王骆驼 攻击速度还特别快 那不管怎么说 印度斯坦人都是一个全能型的文明 步兵的话可以打古拉姆 那金冠技术 点完之后有火箱兵 步兵方便有剑兵王式 也有强弩 也有拇指环 甚至连马弓路线都稍微能打 虽然没有安息人战术 后期呢 也可以靠大量的帝王骆驼 古拉姆火箱作为主力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 右上角 大约一点钟方向 蓝方 道特选择的是葡萄牙人 那葡萄牙人呢 最特别的特色 就是所有的黄金兵 都是八折优惠 那不管是打骑士 弓兵 森绿 都有这个折扣在 所以它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 觉得也是很全面性的文明 甚至连枪兵 也是全满状态 不管是要打什么 都是蛮强势的 那骑兵路线呢 没有游侠 但是还有三攻三防 品种更多技术 而且还有火炮 工程工程师 整体来说 葡萄牙也是一个 非常强势的文明 圣旅科技 也是可以用的 只有一个 骑士思想没有 但其他都是全满的 不管怎么说 葡萄牙人 不管是在 海陆混合图 或者是陆战图 都是非常热门的文明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张地图 这张地图是 知名的韬金草 那如果以前 你也是跟我在网卡里面 20年前 在网卡里面 打4,1,5人 对这种地图 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这个韬金草 是有非常多的黄金的 中间的黄金非常大量 只要空到中间的黄金 就搞定了 那在20年前的韬金草 它的地图 并不是这么的大 它的黄金可能 更集中在一起 可能你插一根城堡 就可以空完全部的黄金了 那现在的2024年韬金草 它的分布范围 比较分散一点 而且这个有斜坡的关系 你也不能在斜坡地盖城堡 所以城堡位置 顶多是盖在这个位置 不大于上面的位置 不过你盖在旁边也行 那不管怎么说 现在可能要盖到四五座城堡 才能完全覆盖这些的黄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打法 那现在张地图来说 前面可以打得像是封闭地图一样 稍微微死 然后不交流 上帝王style 或是上城堡style 快去控图 那当然你也可以前期打一个封建快攻 但是在这张地图来说 封建快攻要打到东西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因为这张图实在是太好 但是两边还是依旧选择了封建时代先行开打 好但是这边直接抓到一个 投资部的安迪亚 套特开局首杀获得了易杀 效果还不错 好两边都是打了一个落马开局 两边还是前期想要把这张地图当成阿拉伯再打 但是跟阿拉伯不太同的地方是黄金是真的很少 这里只有3200 这里只有2400 加起来黄金也不过6000块 所以前期的黄金是非常吃紧的 那这边要用有限的黄金去控住前方地块黄金 或是整张图直接控起来 好前面果然为实 到成的落马 现在正准人出发 但安迪早就已经围死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封建时代 你就算出兵也很难打到的东西 要围死实在是太快了 但是套特这里还没有围死 反正是右边直接放弃 直接围下面小围 打的是弓兵开 弓兵的突破围死的状况 就会比较有利 这样子这边的挖果子的村民 就会受到烧了 那安迪这边如果不着留的话 可能还是要补个射箭场在里面 或是在门口的部分 稍微抵挡一下 过来烧了套特 那安迪这边拉了一只枪兵 想要去把这个狼拉到套特家里 打的还是一个小心机 但是被狼子咬死 好但是有六只狼 现在也是在套特家的门口 好前期三只吃喔 往前探查一下 哎呦发现他有出枪兵 弓箭手待会准备要出门 OK差不多就该出门了 时间来到了14分钟 打的稍微微一下 但刀疼没有第一时间出发 反正是稍微慢了一些 好枪兵再次尝试要拉过去 送狼到家门口 安迪还是喜欢搞这种 开狗式的打法 好这里 超多狼在这 OK这边三只 这头稍微打下 残血的房子 关键手过来 到外面直接再围了一个房子 好杀进去 那现在套特是点下了 本宝时代了 那这边赤后也是出的比较少 安迪赤后出的比较多 而且 套特这边是小微 所以川敏的盖房子时间也更短 耍耗废费资源也比较少一些 但其实感觉好像也没剩多少 好但是 还是葡萄 这里暂时领先时代 安迪这边 黄金稍微挖的不够多 因为刚刚跑去盖房子的关系 黄金稍微慢了一点 现在深时代可能靠一下买卖 过来是卖了100木头 好再卖一些木头 点下了品种 品种点下去之后 肉马就可以直接 爽吃这些单位了 攻剑时代最强单位就是品种 再加上一弓 但是这边是选择了一防 因为这方是有 手工箭手的状态 手工箭手的话点一防确实比较好 那刀台这边移上去 奴兵已经升级好 安迪为了等 一级马凯的关系 结果升到了奴兵 这边直接硬走进来 看要这波怎么解 好这边可能不要等了 直接硬上会比较好 但是这边来不及 在通往城镇中心的时候上去 反而是通往之后 没有城镇中心的骚扰 但是现在这里只有二级射 三只弓兵应该是 要被吃光了 OK 奴兰第一波打完之后 第二波弓兵也来了 后面有补一只骑士过来 保护一下前面的位置 但这里果子 至少也吃完了 但是奴兰这边一个强攻之后 安迪这边大量收村 村民有点 不是村民有点 没有在采资源 所以可以看到资源量 现在明显 奴兰是领先的状态 这里一只有少量的狼在那边骚扰 快拉几只弓箭手 把这个狼处理掉 这个狼好烦好烦 这边尝试想要再图门 拉开 拉走 没有弹道学 射的有过歪 但这个时间点有弹道学也不是很正常 最近这里投资了比较多的骑士 Tc的部分要找个机会看一下 这边是选择了双马就 给压力的打法 到头的话 待会要开Tc 现在有绝对的控地图的优势 可以拉个村民到中间盖成人中心 直接开挖中间黄金 也是个不错的选项 安迪反而是成人中心开在了家里 到头这边是卖石头的关系 现在Tc要开的话 还需要买个石头 不然就是要拉个五村左右 来挖个石头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靠一下买卖 可能还是比较快一点 好 道特资源量已经领先了安迪1000资源 但是道特还没有补成的东西 果然还是要挖石头的方式 慢慢挖石头去改Tc 那这边道特一定要打到东西了 冰出的有点多 工兵来到了11只 骑士甚至高达了7只 印度斯坦这边是补了一只僧侣 五只青旗兵 都放在家里 并没有到处骚扰 选择了一个全面防守状态 把残血的青旗兵也把血量拉一下 家里补了一台奴炮 稍微夹住而已 右边 城市中心盖好 反正这里有奴炮 稍微挡一下 这边直接打出了沉盾伤害 道特这边血量直接被消了100多滴 这里是3个人挖石头 5到5个人 那这边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直接选手玩很喜欢5个人挖石头 因为石头这个东西 太多人去挖会伤了经济 会让你这个经济滚雪球的速度会大幅下降 所以新手们最常犯错误 就是认为石头可以卖很高的钱 所以去挖石头 卖石头 那其实这样做法对自己经济是有一个很大的损伤 因为你不能透过石头去买卖资源 但是你可以挖黄金 透过买卖资源 这一点的话其实不如就直接挖黄金算了 去挖石头 哪去卖 这一点就有点怪怪的 安迪这边是16个人挖石头 这边是急需一根城堡出来防守下右边这个位置 但是我觉得右边可能盖城堡 可能盖中间这个位置就还可以了 好道德这边是补下了前线 工程器制造所 道德也开始补下了一堆石头 开始要爆挖 想要来挖宝压制敌人 如果你的城堡是可以伤到敌方的农田或城镇中心 那你这根堡挖起来就不是那么伤了 或者是你这边是防守方的话 那就要多一点挖石头 赶上去防守 而不是把石头拿去卖掉 这算是一个新手的迷思 OK那我们来看到 道德这边是补下了耕种技术 好这边贯穿 受掉了一只骑士 头车 按不下去 道德单TC打安迪3TC 安迪村民量现在是领先 道德5村 但是支援量还是道德领先 后面两只骑士 两只僧侣 想找小样端骑士被逼退 现在一直被弩炮poke 血量有点稍微掉了一些 要不要前置一个修道院了 但是应该要第1台 头10超赶快出来才行 好这里也补下了双TC 清骑兵在这里绕一下 看可不可以抓到僧侣 结果大家会遇到要绕到是两方的骑士 两个骑士开始追着打 直接想要来砍村民 但是后方骑士 再防守 安迪应该是没有控这一坨清骑兵 或是也是故意要砍 不确定 但还是顺利拉打到了道头的一村 现在石头的量还差300 就可以盖第1根城堡 道头这里要赶快地继续补城堡 那现在有800石头的安迪 现在要思考是城堡要插哪里 要插中间吗 还是直接往外扩呢 如果插右边这个位置的话 是会被动防守 忽然是要走个背头防守 头死车砸一发没有砸掉城堡 非常多的人开始在盖 头死车砸了一发 这里要盖太困难了 真的不太 这个要是被换掉 这个城堡就盖起来了 好头死车想往前 但换掉了安迪的头死车 但是倒车的头死车也被换掉 但是后面的弓箭手 已经在无情输出 先放村民已经开始被大爆射 后方骑士一直在cover 正在射几着弓箭手 这根城堡会高头破血流 这里十五村都在这边 一直收村一直放出来盖 没有在工作 防御盖的话一定要大量兵队 才可以守住 让这根城堡盖起来 这里有点太硬要了 盖这里就没问题 盖这里问题就很大了 好这边骆驼直接上前 头死车砸掉了一台银炮 银炮还是顺利的 收掉了很多的弓箭手 弓箭手在后方 但骑士直接上前 直接吃掉骆驼 骆驼寡不敌重 全部被收干 头死车还在努力 继续攻击村民 但是城堡最后还是被盖了起来 安迪的村民数只剩下56村 道特64村 但是道特这里前面的部队 也是要全部送掉了 好这里再抓一台头死车 这样就不亏 好最后是由道特拿下这里的骚扰 安迪这边被杀了16村 村民数突然被反超 道特这边看到自己的军队换到了不错的成果 赶快转往3TC开农了 一波前压之后 开始转回农 城堡有第一根 就会考虑插在前线的位置 那要插哪里呢 可以考虑插这个位置 或是这个位置 或是上面的高地 都是可以考虑的 三个点 自己有优势的情况下 城堡就尽量往外插会比较好 道特再砸一发 换掉弩炮 后面的两只骑士 颈椎的 骆驼 这只村民没有被收下 道特已经出动了 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还是他要直接更狠 压在门口 压这个门口的话要特别小心 这个工程稀稀造所 我觉得道特现在是一个回农的 视野来看的话 城堡越往前插 其风险就越大 如果现在要打稳的话 城堡是不要插得太近 比较好 但最后还是要插在人家脸上 这个就要看一下安迪的对应状况 安迪 这波是有机会反打道特回去 道特如果太贪心 可能会出事 骆驼开始 看到了 道特这些村民 看到这么多僧侣跟骆驼 应该是要撤退 这里不能应该啊 太贪心了 道特直接 被自己的骑士打到头破血流 两只骑士都被遭响 剩下骆驼解决掉剩下的情况 城堡决定补在了这个位置 本来可以盖在这个高地 现在被迫只能盖在后方 这就是 有点贪心的成果 为什么道特很常会秀出道特堡 也是这个原因 他有时候太贪心了 想把城堡盖在这个 比较 难搞的位置 结果自己3TC回农有优势的情况下 反正送了这些往前盖的村民 有优势也变得没优势了 正根宝应该是能盖得起来 但是印度斯坦 也是想要盖 但是看到这么多村民来盖 选择绕干 不行了 那这一骆驼很多 家里可能要稍微围死了 这个骆驼可能会冲进来 正根宝最后还是可以盖好 TC大会可能要补这个位置 盖完赶完补个TC 城堡决定补在前方的城堡位置 好这里果然溜了进来 倒得没有看到 在盲的前线 这里不补TC反而是补了一个 采矿地 还是转风琴炮 那现在葡萄遇到骆驼的最好解决方法 就是出大枪冰 是机体全满枪冰 但现在出枪冰的话又会丧失主动权 最好的办法就是枪冰配僧侣 僧侣也可以有克制的效果 而且自己的僧侣也很便宜 所以看要不要补个修道院 好但这边好像不是要走修道院 也不是要走枪冰路线 而是走一个风琴炮 继续配骑士吗 风琴炮配骑士 各打法 是非常吃重黄金的 好但是有好处就是对方的僧侣 现在对风琴炮没有反击的效果 好因为没有救赎思想 就刚刚投资也是一大笔的开销 快要将近500黄金 好这里转出了一只装甲战象 开除一下这野外的 维剑 大奥特这边是继续转出了风琴炮 印竹斯坦准备要来提升帝王时代 这边稍微断春 好细节来了 断春升帝王 有3对86春 还是领先的 安迪这一波打得很好 我觉得也是因为 道德本来是可以打稳的 选择不打稳 蠢村被抓掉 小伤 但是黄金这边挖得很开心 这里道德要赶快买卖一下 好再卖个200木吗 还是再等一下黄金就好 好收黄金 不用说直接买卖 上去 两边帝王时代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打斗 这边都应该只是先试探性的 看一下对方会怎么去应对 自己的配兵组成 那葡萄这边帝王时代不转枪兵对上骆驼 这种会比较难受一点 不然就是自己要转强弩了 强弩火枪都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还有风琴炮 但是缺点 风琴炮就是走得太慢了 印度斯坦这边还有攻速加成 如果被印度斯坦 走到了帝洛 帝王骆驼 后期就只能靠大枪兵了 跟僧侣 这边只靠这些 火枪啊 或者是风琴炮 你是没有办法挡住大量的帝王骆驼 你一定是被吃光的 人家的攻击速度就是比你快啊 而且他还有攻速加成 到这边转出风琴炮 这边风琴炮有没有料呢 看一下 这边终于溜了进来 帝王时代移身上去 这边就闪失点下的二级马侃 跟增兵技术 后面想要稍微包抄一下吗 走着一下点下 这边产出了一台巨型投尸机 双宝 开始要来防守 但是这边风琴炮打得很开心 但是不敢走进去 只敢在门口 但是装甲站向来了 利用装甲站下的坦度 去吸引到了一堆子弹 骆驼这边直接过来 这边要滴防止跟石墙 把这里东西滴一滴 好这里有点卡住了 道德好像有点难受 这里赶快上前包夹 这一波风琴炮看起来是要被吃光了 装甲站向的输出非常疼痛 是不是借吃光 风琴炮的弱点 毕然无异啊 好那现在阵地战来说 只要上方 不会被打下 道德就可以继续控黄金把地方控死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 打淘金草的方法 不一定要直接手势对方家里 只要这个高地一直能守住 不要被对方突破 就有机会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只要印度闪出更多的漏马 跟更多的骆驼 三攻三防点完之后 帝王骆驼跟大骆马 还是有可能突围成功 所以到现在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虽然黄金的部分来说 暗地已经完全归零了 现在这边只要把对方控死就好 自己还有这个八折黄金兵的优势 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守好高地 守住任务坏 每个黄金框 让自己继续发展 但是在淘金草这张地图里面 也有那种 不挖黄金把对手淹死的办法 我是有看过 Riper跟Hero 用这个 波兰的大骆马 直接从侧翼进攻 用大骆马 把里面全部的兵 全部搞定 有时候 控高地的 玩家 会太专注于在控黄金这件事情 反正家里的防守 有点空虚啊 安迪这边想要获胜的话 并不是要继续强攻正面 会比较适合走侧翼 转大骆马 到处烧了 或是到侧翼插城堡 去给巨型投尸机出来的机会 巨型投尸机出来打这个 他在对手家里城堡的时候 自己用大骆马就有机会 会铲除得掉 对方的工程器 对安迪这边 要好好思考一下 究竟是要走强攻 中间的黄金区域 还是走野外的 进攻 敌人的大饼的 路线 这个路线他可能 自己要想清楚 不管哪个 哪个决定 都是 每个玩家的风格 我是觉得印度士坛 现在这里缺黄金的情况下 是不太好 就去强攻的 最近人家 黄金兵 是可以远远不绝得出 你的帝王骆驼肯定点不上去 重装骆驼有点出来 量产起来数量就很不错了 好 这边一直有一个 疑似一直在骚扰状况 好火枪在上方 这边高达第一火枪兵想要直接突尾 但是没有办法 这里火枪是印度火冲 射程非常远 但是骑士一冲过来 有点难受 直接被骑士追着跑 后面四只僧侣 果断召响 最后召响到了三只骑士 好火枪兵解掉了 剩下的骑士骚扰 他是印度斯坦这边的 光虫过此事业点下 这只骑士还在打 打得非常开心 这里被迫收村 但是其实不收村 可能也没差 骆驼也来了 好两台剧情投石机 是这一把的关键 高地风擎炮 开始反击回去 这一场比赛 道德好像快赢了 正面的骆驼骑士全部送光 安迪做了非常不能做的事情 把正面送光 就是为了要 打下对方的剧情投石机 有点太冲动 ALL IN了 完蛋了 前方部队全死 撑下印度火冲 在后方继续努力甩枪 风起炮骑士直接上前 感觉先把火炮打掉比较好 火炮在后方 被一只骑士慢慢砍杀 但是正面的骑士还在继续打火枪兵 右边的黄金村民一直也被射 但巨型投石机高达第2三还实在太高 巨型投石机残血 道德这一波应该是要拿下了 我们骑士还在努力输出当中 火枪也在甩枪 然后更多聪明想要过来尝试 把这个黄金给拿下 但是道德好像给机会 三级马海也点下 这一个骑士还在砍巨型投石机 最后一斗拿下 所有的工程器 全部被收光了 道德这边 部队量还非常充足 全部都是黄金兵 风起炮 黑骑士 全黄金兵阵容 暗度斯坦 这里只剩下黄金 只能继续产出 火枪兵 但是最后还是打出了GG 我们恭喜 所以道德拿下比赛的胜利 道德这里打得非常好 虽然前期盖 城堡又变成道德堡 可能也没有盖 人说道德这个堡是有点贪心的 因为毕竟我们是上帝视角 所以可以看到安迪的兵量其实很多 也可以判断道德的兵是 是没有办法让这根城堡盖起来的 所以你要说道德这个是失误吗 其实也不算 道德 其实也说算是 因为道德如果有侦查好的话 可能就不会这么冲的 直接要贴宝贴在人家脸上 比较安心的打法 还是把这个城堡盖在这个高低处 或者是 对方的家里高低就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是由道德拿下资源上的胜利 食物的部分稍微小输一点 石头的话是安迪拿下的 比较多的石头数量 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放下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 各位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